大家好,今天楚刀特曼要来买玩具和食丸啦 他身上拿着一枚500块钱的硬币 这上面有面包超人的头像 他要来买什么呢? 这里有红色的奇葱蛋 然后还有一个马桶食丸 这个玩具看上去也很不错呢 楚刀特曼想了想 他说,我还是来买奇葱蛋吧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那一个奇葱蛋是500块钱 所以楚刀特曼的500块钱硬币刚刚好 楚刀特曼,你买的奇葱蛋里面有什么玩具呢? 楚刀特曼说,又给我们介绍一下 诶,这里面出现了两个小人偶 这个胖胖的小人偶是谁呢? 左边的这个是迷你的小贝利亚 那右边的这个,你们知道是谁吗? 他有两个指示的眼睛 原来这是奥特曼的手指玩偶 他们可以插在手指上 然后可以玩过家家游戏呢 让我们把这两个小人偶插到奥特曼的手上 哈哈,看起来好好玩啊 楚刀特曼买到了他想要的奇葱蛋玩具 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小猪佩奇也要来买石丸了 他也拿了一枚硬币 这是一百块钱的硬币 上面有红精灵的头像 正好,这个马桶石丸是一百块钱的 小猪佩奇看到这个马桶石丸好新奇啊 他想买回去和乔治一起分享 这个马桶石丸是一百块钱的 所以一枚一百块钱的硬币刚刚好 佩奇开开心心的拿着马桶石丸回家了 回到家 他和乔治分享今天买到的马桶石丸 他们打算一起来拆这个马桶石丸呢 乔治看到这上面的玩具好新奇啊 乔治想要拿到这个红色的马桶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呢 这上面还有四种颜色的 然后有不同的贴纸图案 那让我们一起来拆一下这个马桶石丸 看一下会不会是乔治想要得到的红色马桶 出现了 这是红色的马桶 太棒了 这里面还有两包石丸的粉末 还配有了一只吸管 打开之后 这里面是马桶的零部件 那这个零件很容易就可以拆下来 这是马桶的水箱部分 让我们一起来组装一下 首先我们要把马桶的底座和盖子 河上 然后是水箱的部分 然后这是马桶的盖子 那安装起来 非常的方便 这是水箱的盖子 等一下还可以用来装水呢 这个马桶的盖子可以打开 然后坐垫的部分也可以打开 好像真的马桶一样 哈哈小猪乔治想上去试一下 他坐在马桶上面好开心啊 佩奇也想上去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贴纸 装饰我们的马桶 这上面的贴纸有很多图案 这是男生 女生 然后是坐垫的贴纸 这里还有各种按钮的贴纸 然后这是马桶的眼睛 这里的文字还写字 让你见识一下我冲厕所的能力 看起来好有趣啊 那首先我们要来装饰他的眼睛 眼睛我们贴在了水箱的外面 然后这是按钮的部分 上面的按钮有冲屁股的 然后还有停止按钮 还有放音乐的按钮 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然后是马桶坐垫的部分 我们用了非常炫酷的图案来装饰 那说不定这个马桶的坐垫还能发热呢 然后我们把男生和女生的标志贴在了水桶的两边 然后把这个专用的贴纸贴在马桶的前面 这样子我们的贴纸就贴好了 小猪乔治忍不住坐上去想玩一下 贴纸跟他说 这个马桶我们等一下是要来做食玩的 现在还不可以玩咯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两包粉末来做马桶食玩 这包粉红色的粉末是可乐口味的 然后我们用水箱的盖子装入两杯水 水装得太多就会冒出很多的泡泡 所以要注意哦 泡泡饮料应该做好了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哇 冒出好多的泡泡啊 让我们再来搅拌一下 这时候泡泡就更多了 乔治看到马桶冒出了好多的泡泡啊 他上去想玩一下 那其实这个泡泡是可以吃的 让我们再搅拌一下 然后来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应该是可乐口味的 让我来尝一下 让我来尝一下 太美味了 一口气全吸完了 佩奇也想来试一下 乔治也喝了一口 好美味的可乐饮料啊 接下来这包蓝色的粉末是苏打口味的 那我们一起加进去 这样子就有两种口味了 然后把剩下的水全部倒进去 这里的水加的有点多 等一下里面的泡泡会冒出来很多呢 除导特曼 除导特曼看到佩奇和乔治在玩这么好玩的食玩 他也要来尝一下 佩奇说 除导特曼你也来尝一下吧 除导特曼尝了一口 哇 太美味了 他把饮料全部喝完了 他觉得这个饮料太美味了 这个时候 除导特曼变成了杰德奥特曼的皇家形态 太神奇了 原来喝了食玩还可以变身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马桶食玩启蓄蛋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食玩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